Active Cruise Control智能定速功能 与一般定速功能不同 当这个功能启动时 系统会透过雷达偵测前方隔车的位置 可以在有需要时 因应前方隔车的速度 来变更你的座车行驶速度 甚至可以跟随前方隔车停下 你可以在时速30公里以上 或者在车静止的时候 启动智能定速功能 只需要按下软环上这个按键 而表板上就会出现这个图示 代表智能定速功能已经启动 功能启动之后 当你送开有门脚键 坐车就会自动以启动功能时候的车速行驶 你更加可以用这个按钮 调节定速速度 向上拨将速度提升 向下拨将速度减低 调节车速的时候 而表板上会以数字 短暂显示你所设定的速度 这个数字提示熄灭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车速表上的绿色箭嘴 确认隔车的定速速度 当前方有车进入雷达偵測范围的时候 而表板上就会出现这个车型图案 代表系统已经可以偵測到前方隔车的位置 如果前方隔车的行驶速度 比你所设定的定速速度慢 系统就会自动调节行驶车速 同前面的车保持一定距离 你也可以用太幻上的车距调节按键 调节跟随前车行驶的车距 同前车之间的距离 一共有四个级别选择 按下这个按键 便可以缩短和前车之间的距离 如果偵測范围前方駕车停下 系统亦会控制你的座车跟随停下 但不会取消智能定速功能 如果你在车静止的情况下 启动智能定速功能 你只需要轻踩一下油门 系统就会开始自动控制住 速度 另外 如果你在智能定速功能 正在运作时 踩下刹车键 或者按下车环上的 中断定速功能按键 而表板上的定速功能图案 便会转成灰色 代表定速功能已经中断 你需要自行使用刹车键 或是油门来控制车速 你只要再按下同一按键 系统便会根据你之前所设定的定速速度 继续运作 如果你在智能定速功能 便会自动继续运作 最后 当你不需要使用智能定速功能 只要按下这个功能的开关按键 而表板上的智能定速功能图示 便会熄灭 代表功能已经关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